记者冯一宁台北报道, 配解蔡依林接下游戏《地下城与勇士》DNF代言, 成了DNF十周年的新团长, 名十二日蔡依林的DNF十周年主题曲也将上线, 许多配粉都超期待由于蔡依林身为该款游戏十年来首位代言人, 而且同步推出广告单曲《我对我》, 所有她的后援会、粉丝团都跟着强力关注。 在一张蔡依林为游戏代言拍摄的照片当中, 很多人都说仿佛看到当年古墓骑兵安杰丽娜琼的影子, 其实这次蔡依林一连换三套服装, 都代表著游戏当中的虚拟角色。 蔡依林分别扮演古灵精怪魔法师、暗夜使者、女弹药, 她个人最喜欢古灵精怪魔法师一角。 被网友说神壮脸的则是女弹药角色, 其实蔡依林自己看到这个造型的时候, 也是联想到古墓骑兵这部电影, 已经四年没发唱片的蔡依林, 这次对于新歌期待值很高, 我对我结合EDM与舞曲元素, 虽然现在只有预约点听, 竟然已经创下300万人次预厅成绩。 该曲正式发表时间为6月12日中午12点。 蔡依林的装扮有人觉得跟古墓骑兵里的 安杰丽娜球力相似度极高。 和成图, 零时差提供, 翻射自网络, 蔡依林新加坡粉丝团替蔡依林代言的电玩强力宣传。 翻射自蔡依林新加坡后援会粉丝网页, 和语歌口丝团替蔡依林usstatt。